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可以使人长寿并且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而近来又有科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证实了情绪以及健康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他们指出如果情绪常年受到了压抑 沮丧将会提升胆固醇以及放大人的疼痛感 今天的天下人物专访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婚姻家庭治疗师 以及临床的心理学博士生叶岩伟英女士 来为我们讲解如何拥有健康的情绪 现在人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 因此各式各样的情绪问题也接踵而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情绪问题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有人称幸福治疗师之称的 叶岩伟英 叶女士来到我们天下人物专访的现场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健康情绪这个话题 叶女士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一般说到情绪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低落的时候 人们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我是不是患上了忧郁症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所谓的忧郁症呢 我觉得忧郁症跟一般的情绪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说你功能上有受损 就是说比如说你已经到一个地步不能上班 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平常生活上你很想做的事情 突然间你已经到一个地步 你没有办法再做下去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功能上受损 那就跟你平常说几天闹情绪不想见人 然后突然间后天你又吃一大碗面 觉得很高兴 这个是有点不同 就是说大概来讲我们是说应该是有两个礼拜里面 你这个情绪你这个生活里面受到影响 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忧郁症 然后在九种的功能上面有五种受损的话 那我们就算这个是合乎那个条件 就算成是真正患上了忧郁症了 好那接下来这样子我们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我患上了忧郁症的话 那我又不想要跟别人去诉说我有这么一个病症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自己帮助我自己来解决忧郁症呢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轻度者 其实做运动帮助很多 因为忧郁症它不单说是刚才你的思考说有一问题 它可能也是你大脑里面的激素化学不平衡引起 如果你有轻度做运动的话 其实你的心情会调整 因为你大脑里面的化学会有所改变 但是如果是说严重的忧郁症 单纯的运动是没用的 所以一定是要有治疗师 还是再严重可能要有就是有药物来帮忙 因为呢其实说这个有几种 就是说因为你的思考方式里面有可能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的思考方式 导致你可能一直一直的就是跑到牛角尖 想到就是说完全的觉得没办法生存 那如果是有轻生的意念的话 这个时候我不建议是自己来处理 最好是要去就是有最好是要找医师的治疗 最好是要找心理医师的治疗 好那感谢叶女士的讲解 如果观众对健康情绪这么还有忧郁症这个话题十分感兴趣的话 我们五月份是不是有一个活动 我们在五月三号在国语经信会的佳慧堂1020有这个活动 那我们所讲的不单是忧郁症跟忧郁症有关的 比如说人格方面的性格的病症 躁愈症 焦虑症 跟就是这些都跟这些 对 跟忧郁症有关的一些的话题 我们都会一起为你讲解 那很感谢今天叶女士来到我们天下人物专访现场 谢谢 谢谢大家